第五车 这个有点强啊 第五车了这个是 牛逼啊 向左边道 nice 这不就很像人开了吗 我们被挤过来了 有点强啊这大雨天 这个才叫精彩画面 端到端 正经端到端 这那段钱的可怕 小米1000万Clips版本的置价 我们终于体验到了 基于1000万Clips打造的小米HD 表现如何 相比此前的版本有什么提升 看完今天这期视频 您应该会有所了解 不过在开始前 我们还是要先搞懂 什么是Clips 1000万这个数量级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两个问题 其实关于Clips这个概念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做过科普 今天就再简单聊一聊它的基础概念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辅助驾驶 就是教机器学人类开车 如何教呢 简单点说 就是给机器看大量人类开车的范本案例 那么Clips就是这些素材片段 它可以是一段连续时间内的视频 或者传感器数据 时长大约在30秒到1分钟 所以Clips越多 机器就学得越多 那么表现就有可能会更理人 1000万Clips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除了小米目前已经明确宣布 其支撑驾驶系统训练数据 达到1000万Clips的车企 仅有迪翔小鹏等寥寥几家 所以从数据量上来看 小米辅助驾驶的积累还是比较深厚的 在此之前 小米HUD是基于300万Clips的数据量训练出来的 那么在训练数据翻了三倍多的情况下 小米HUD的表现提升有多大呢 首先这个版本的小米HUD 给人的感觉要聪明了很多 比如这样的选路操作 在这样的大路口左转 大多数驾驶的操作都是提前向左变道 但是小米HUD却很聪明地选择了向右变道 去了完全没有车的第五车道 有点差 第五车道什么是 牛逼啊 很少有人会走第五车道 经过我们几十个路口的观察来看 小米HUD的选道逻辑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主观感受是它会根据车道的车流量和速度来综合判断 所以它在路口前变道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好处是有时候它确实能够选到正确的车道 但有时候也会有摇摆不定的情况 后者则需要优化 第二个感受是目前版本的小米HUD 整体操作要更加丝滑 这也是端道端 尤其是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端道端 最拟人的地方 我们一般评价这样的操作 会用一个词叫做端位很浓 当你在使用这套辅助驾驶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它对周围环境的动态相应 是很及时的 基本没有延迟 这点从绕行能力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比如这样的绕行 先向右再向左 系统整个过程是没有卡顿的 但可能通过画面你会觉得这个场景没难度 那么我们继续看这样的场景 在识别道前车准备临停后 发起了大角度的跨车道绕行 虽然原地等待了一两秒 但是能够感觉出来 系统是在等待对象车辆通过 还有像这样的绕行 系统也基本没有点杀和卡顿 虽然整体的速度不算快 但是临延时 就会让你感觉到它够理人 体感顺滑 还有这里在暴雨环境下 我们被公交车道强势cut in 大家看小米HUD的路线 也是先避让再回来 诶诶诶诶诶 我们就被挤过来了 算了 让你应是来吧 倒是也没什么问题 总体来说 目前小米HUD的顺滑度 流畅度都有了比较大的进步 这里的顺滑流畅 不仅体现在绕行这样的横向控制上 它的纵向控制也要变得更加细腻的 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场景感受一下 在这个路口 大家可以注意看车辆的车速变化 在路口当中时 因为前方有车 所以先减速 前车离开后 我们线性加速跟上 有些辅驾驶系统 在这里可能会点杀 因为右侧出现了一辆 想要并进来的车辆 如果点杀去确保安全的话 那么就要牺牲舒适性 但是小米HVAD 在这里并没有保守的操作 而是线性的加速执行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拥堵路口 当NOA不需要变道的时候 那是否舒适 其实就是考验系统的 LCC跟车的体验 大家看小米HVAD 在路口跟车时 它会非常线性 平缓停下 那起步提速也是这样 那虽然会与前车拉开距离 但是这样平缓的感受 会让乘客感到很舒适 我们还开着这套最新的HVAD 去尝试了环导和掉头 像这样的双车道路口 小米HVAD都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它还不支持倒车掉头 但大多数路口 它都可以自己掉头通过 那至于环导能力 我们开着它去了上海无交场 但可惜车况环境太友好 对它来说 购不成威胁 说了这么多优点 这套系统进步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那么还有哪些地方是有待优化的呢 首先 这套系统的无保护左转的通过率 虽然很高 但是有的时候 效率不怎么高 像这样的路口 为了确保安全 目前小米HVAD 在面对行人和两人车等物体时 相对保守 所以牺牲了一点效率 在体感上会慢于人家 人车混行的场景 这种策略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效率偏低 可以适当介入 还有我们上面说了 这套系统在过路口时会注重效率 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选择困难症 所以方向盘会左右摇摆画龙 那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重点优化的 以上就是小米最新版本 HVAD 体验的全部内容 1000万克里斯的训练量 确实让这套系统进步了很多 但我们常常说 1000万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小米跑到了这里 进步确实很快 但它仍然是一套不完美的辅驾驶系统 还是需要在驾驶人的监督下 合理使用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给大家给我们点赞 转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